大家好 跟大家匯報一下 莎姐歸位 為什麼我會知道 佳欣只是一個八卦 我特地按她去 YouTube Channel 看一看 回復正常 她應該走出 喪婦 喪婦的悲痛 希望她沒事 我以前見到 喪母 喪母連傻 抱歉 自刮嘴三下 喪母 她應該走出了傷痛 都相安無事 回復平靜的心情 郭富城 還要 郭善妮平復了沒有 希望早日都 R.I.P. 放下 因為郭善妮也有女兒要照顧 好 不能夠得罪聽眾 有位聽眾留言 她說我是內地人士 也有聽開你頻道 原來不是只有一個內地的朋友收聽 我現在集齊兩個 她說 你可不可以在講案件的時候 不要用佛山妹和大陸人 去調查內地的人士 有很多正常人 只有極個別的例子 例如Chris Wong 欺騙老男人錢 都不僅只有Chris Wong 有很多香港的女士都在做這件事 當然最容易就是內地溫柔的少女 去騙那些阿伯那些香港的港產 有個身份 有居屋 過了65歲 還有一間很快很快上到的居屋 sorry 公屋 因為最近居屋賣 我沒有而已 都可以興奮一下 為求達到這個深圳橋以北 或者以南的和諧 我以後都要謹微慎言 為這個23條立法之前做好準備 當然了 23條都快要推出來了 正所謂學達首 正式為香港畫上這個句號 當然這個句號也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一個理解 或者分析 好像小學雞吵架 我想問一下 內地人經常說我們香港那些女人 又貌又不穿高跟鞋 經常穿T恤牛仔褲 那我們可不可以申訴 我們可不可以上訪 香港女生貌 我只可以說一句 他說我們不穿高跟鞋 時裝 Fashion來說 香港這10年20年都真的淡如水 一定不夠台灣 中國大陸入面 在街禮 穿得這麼開放 還有這麼漂亮 我可以這樣說 香港那些真的 你也會說 穿球鞋 運動裝 背包 但肩膜一定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這樣 現在 但是香港70、80年代 那個時裝 是很淺的 所以現在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全部都是要 平淡平凡 還是香港人真的太辛苦 所以完完全全沒有這個時間 心機 精神和金錢 花在衣著上面 繼續支持的就會 Follow 聽Smart Travel 但是說完Smart Travel 不可以不說五仔 嘩 這傢伙 真的 你看看這個標題 古天樂孫圈結婚 港媒報導 嘩 嘩 這些真是 嘩眾取寵 我沒有按進去 為求持平 今天 IG已經瘋狂扔出來 看別人很多網媒 都在說 天大的笑話 但你用這些東西 去做一個招來 我覺得就差一點 不是的 聽開五仔 其實都是吹嘴 除了佛計 佛計 我沒有聽過 因為我一定 沒有這個佛根 所以我都懶得睡覺 其他那些 我都小聽 都是吹下水 Q一下這個上班 很浪費的時間 也是的 大家都是當電台廳 希望稀少魯馬 笑一笑 不要這麼認真 不要這麼認真 我看IG 不是IG Facebook的時候 我就不斷 loop loop到 趙仲如同 另外那個女生 叫什麼 死了 我忘記她叫什麼 我就看到 有一個Trailer 叫婚姻即地獄 我就說 咦 田睿尼的主持 按進去看看 她就彈了我 走到Youtube 有一個兩分鐘的Trailer 就說 田睿尼原來在 杜汶澤Late Show的頻道 搞了一個新的節目 就好像那些什麼 蝦頭和連絲瓦過 那她這個港女萬歲 第五集還沒出 阿余趙仲如也沒出 但原來又有貝伊林 好厲害 如果有條大波 這麼索的 還要亂口過自己 又白又滑 貝伊林 大家有沒有看過她IG 另一條管務那段片 嘩 你老美 真的不說粗口不行 我沒有而已 如果有 我不狠狠地毫不猶疑地 這個 我記得 我看到一對波 我醒起來她叫什麼 莊韻程 厲害嗎 我看到她的波 我看到她的波 很厲害 波濤洶湧 還要 這是私家車的防撞器展 這些是人肉自帶 Airbag 任何危機都可以和你彈開 不過是專級開的 不過說真的 做娛樂圈不是那麼輕易 尤其是自己 另一半都是娛樂圈 好像田睿尼那樣 她老公杜汶澤 明顯有很多女生 賣身 吃不少女生 她還可以一直跟她的朋友關係 還有 也可以用她身邊 貼上去薄熊的女生 去做這些top show 當她嘉賓 有交手 真的很厲害 所以女人有時候 比我們男人相當強大和偉大 忍獸性和韌性很強 但在節目月告裡面 阿田又說 周永恆和張志恆 對比杜汶澤來說 杜汶澤是男人界天花板 我完全不合理 杜汶澤怎麼看都不是好老公 你找一個殘廢的 說自己身邊的人 是跑步冠軍 如果對比起來 那你真的不能比較 只不過是她不離婚 只不過是你死咬不放 有些人就是這樣 她要婚姻的和諧 不壞 你就所有事都裝聾 正所謂你有你 夜夜新歌 我有我在家 慢慢等待 慎防大家沒有看 有一點 大家一定要留意 女人 豎起耳朵 無論你有 另一半 沒有另一半 大家都要學起來 有一招 那些渣男人最喜歡用 有什麼招 一無緣無故和女兒吵架 知不知道有什麼用 那就可以 me time幾天 可以自己和女兒舉運 對 還要女兒不會找你 老婆不會找你 因為冷戰未結束 和老夫老妻冷戰一定是很久 冷得來 那晚她一定不會叫你 看不看 都要離開 喂 我跟你吵架 我白門走 我跟你吵架都是這樣的 你白門 你會回來的 我不會的 我會happy幾個小時才回來 你殺回來 我整晚見不到 你會殺死我 不會 我想我不回來 你不回來 但如果你回來見不到我 你整晚不在 那我會把你的東西 掉出去 不是 一定有東西跟你的 那你炒更加大鑊 都無所謂 你最緊要是 你和外面那個可以happy 久一點 有時候 你和你一半 吵架 好像朱隊友那樣 有時激怒 朱師奶 朱師奶走了去 自己 開心飛放的時候 出風流快活 朱隊友一定會去一些 朱師奶 常常去的宵夜地方 我明知道你會找我 我就特意不去那幾個位 而且一定會在家裡默默等待 走完後 我會在每個項目都拍照 跟他說 我找不到你 又找不到你 這裡都不見你 走完那條屋 好像那些 監獄巡視 總之有條屋 走完都找不到 就唯有回家 靜靜等待 那些 就算朱師奶回來 都會一聲音都不出 就坐在身邊看著他 或者抹蛋看著他 假裝睡覺 那些朋友 這些是一個遺棄 婚姻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冷靜的手腕 而不是自己走了 說完 你想偽造這個人切 要搞多久 不是 不是 我在說這一方面 好像你說 停了 我要激怒一條女 又是大道理 出去找外語 有條人說 哇 你們兩個 那些什麼 鬥嘴的時候 朱隊又會養著你 大哥 他做仆街事的時候 你不知道 那好吧 說回這個 說完這個 婚姻 婚姻即地獄 他還沒播出 但我看到他第一集 首集 他現在是要付錢 要做他的會員 以身賺錢 他叫第一集 他請了一個 援交少女 另外一個 就賣相 OnlyFans 賣相 援交少女 那些都是那些 那些 他還回台灣人 不是 香港 但他不是香港 我想他回來了 沒有拘捕 杜汶集就回來了 哦 杜汶集仍然都在台灣 風花傳 這個我不知道 他自己就回來 賣他的鴨血 不是 他有些片 跟杜汶集一起錄 在台灣錄 還是呢 我不知道 如果有追蹤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剛剛今天才看 因為Facebook突然那些 演算法 彈了他出來 第一集 好搞笑 竟然他問 有一個其中賣相的少女 原來人家一年燈很紅 但我不認識他 Kiki Tam 還是Kiki Lam 好像是 他說 你知道他OnlyFans賣相嗎 貝依林也有賣相 原來 貝依林賺了七位數 千萬以上 這麼誇張 連底褲也不用出 只賣相都已經不得了 但是呢 貝依林說 那些賣相 你要像契爺一樣 你要跟那個人 要抵抗 要跟那個人 要抵抗 還要每天 那些關心訊息 好像牛郎 吊女兒 問題就是 你不是招呼十個二十個 可能招呼幾十個 或者五十個 如果一個 你知道別人一張照片賣多少錢 你猜一下 五十元 當然不是 還有爹 別嚇我 一張照片是不是五十元 這些照片上網也看到 美金 人家還在說 一張美金 你跟我說美金 那麼厲害 三位數美金 一張照片 嘩 不用做 只想 一張 一張 一套衣服 拍二十個角度 人家可以要求你 我要麻煩 LACE的 OL服 什麼姿勢 有得要求的 哦 這樣嗎 你可以這樣玩 哦 哇 真是 貝依林 露不露點 我給吧 最重要是千多元 可以見到露點 又或者榴槤都被人打開 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都不怕給的 好啦 講開這些黑歷史 今天出了一條新聞 我想香港01都已經知道 李隆基都大結局了 他轉頭就報這個女生 不是笑 不是女人 人妻 不是女生 四十四歲 喂 林峰那麼老嗎 四十四歲的林峰 跟他小十一年的老婆 張興穴 為什麼這麼輕 張興穴 張興穴 這麼像 一個輕字 好像很溫柔 很有文雅氣息 不過他老婆也挺漂亮的 這麼看 我覺得郭富城哥比較漂亮 張興穴 結婚了 2020年9月 那個女兒就出生了 一家的幾口 三口 都樂藝融融 有時候想想 內地綜藝 被人家說一下她老婆 怎麼帶不出場 說話又有問題 還要被秦海露罵她 喂 很明顯這條女兒 我覺得 經常說 我不想別人說我老公 但我老公就幫我出頭 她是該死的 秦海露罵得的女兒 都是綠茶表中的綠茶表 我當然是很喜歡這些江烈女子 我在節目上的 我都隔離了 明明就不是這樣 你扮什麼魚蝦蟹 所以看那集 我也覺得身心舒暢 好了 《香港01》登了一張這樣的照片 阿豬隊友就看著 我剛剛問她 我問她 像不像那些蘿莉塔 她說 不像 還好啦 曾經她老婆就在KTV那裡任職的時候 就要假裝女僕 去跟那些酒客拍照 你說那件是女僕又可以 說是露肩的情趣衣服都可以 但是算不算好露呢 我又覺得還好 起碼都露薄而已 露腳短裙 噢 但是你先想想幾年前 現在是20年前的KTV 20年前 20年前的KTV 你想想 那時候 她沒那麼老 國內是走什麼風 你要陪唱KTV 一定有些東西跟著 不會就這樣 我只是陪你聊天 陪你喝酒 即是法於情子乎麗 不要玩了 國內 香港也不會 可不可以 只用手呢 應該基本一定有的 噢 那你就有Dirty了 人家說沒有 算了吧 你以為我現在找一個唱歌老師 夠我唱歌 而又下 是獨裏面花鬚的叫什麼 我覺得 即是 你自己可以不介意的 但是 不要當別人傻 才行的 我覺得 有沒有賣完 全部 應該是未必的 但是 摩摩 開一開 我覺得是基本的 這麼小 還可以開 不同人 有不同的喜好 都漂亮 當然 當然 現在這個版本 比原始版本 你不說 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同一個人 哇 你這樣明明太糟糕了 這麼說話 有點像 始終解像度 側面 又沒有正面 那麼高清 那麼亮麗 你呢 都算是 叫做 覺得 他沒有做過 這些壞事 或是黑歷史 我覺得他有做過 林峯不會招他入門 林峯的背景 他的家人 不會照 但是 渣渣摩摩 就一定事不免 林峯竟然 說這些 他說 以前太太 獨立生活 不容易 對我來說 並不是什麼黑歷史 希望大家 用正確眼光 對待所有人 那是什麼 就是你承認嗎 呃 講完啦 以前要賺錢 每個出來 賺錢的女人 都是不容易 說真的 那我們就要獨理解 什麼叫做 太太以前 獨立生活 不容易 就是現在黏著你有錢 就不用做了 以前呢 就要出來賺錢 拋個身 是新手有 是啦 是這樣的啦 那你認識了 其實到最後 他叫做幸運 就是 終於找到個好碼頭 埋街 喝井水 林峯的英俊 又不是說 雙差 二十幾三十幾年 十一年而已 這樣都還可以的 那現在都叫做 修我山的 那都正勝常常啦 那你說如果給我選 我寧願要他 也不要吳千語 我總是覺得吳千語 有很多情緒價值會勒索 有 少一脾氣 國語呢 大陸有一句叫什麼 我不是特地說大陸人 各位聽眾 補有玻璃線 內地統稱 叫做Duanze Duanze 就是 哎呦死了 香港啊 Slang 裝了東西 香港Slang 我裝了東西 我裝貴 我裝貴 果然 我們這些 勞動階層的出手 不要裝貴 你 吳千語 總是很喜歡 不知道怎麼說 不要裝貴之後 一定有些臭東西跟著味 我不知道 如果選擇老婆 我要舒舒服服的 我要回家 有靚湯喝 然後要個好老婆 照顧女兒 洗一下我的臭物 然後晚上服侍得乾乾淨淨 妥妥當當 我寧願選他現在的老婆 我也不要不遷遇 我自己又覺得 英雄莫問出處 在你未出現之前 他人生怎樣都沒有責任過問 或者去責罵他 你只可以選擇 在他人生之後 你接不接受他 以及如何愛惜他 這是最正常的思路 如果這樣聽的話 林峰也是一個敢愛 和正面 林峰我很喜歡 因為當年 他和楊怡在西貢的碼頭 哭到口水鼻涕在一起 不是楊怡 那幕好像是鍾佳欣 哭到口水鼻涕在一起 那幕 他的戲是有的 至少他的演技絕對比馬郭明好多 很多很多 但是我想問一下 林峰大家記不記得 沒有拿過視帝的 是不是 還是我記錯 不會沒有吧 我之後做 親生兒子 我之後自己做功課 好像他沒有 是翻版古天樂 當年他一開始想走的路線 不過最後不能走 尋巡記 那時候怎麼走 黑掛掛探 他扮成古天樂 所以就做了一個探 那時候 他是希望自己可以 可能古天樂在他的眼中 是一個超級巨星 每個人年輕的時候 都會喜歡模仿 或者扮演 一個自己心目中的神 可能古天樂在他的眼中 就是一個神的存在 好吧 我再說一下林峰 早前他接受艾力的訪問 不是台灣的艾力哥哥最愛你 不是那個鹹鹹濕濕的 林峰就說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記得這件事 2009年他已經拿了 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 那時候還有陳奕迅拿獎 坐在台下 大家不要以為只有MIRROR和張敬軒 2009年八花齊放的香港樂壇 還是楊千華和容祖兒還在鬥 丁當碼頭 我記得 那好吧 他拿這個獎的時候 全世界都恥笑他 是這個什麼 太子道阿加勞佳一帶的 最受歡迎男歌手 根本就還沒夠班 你說他是拍劇集 叫做有些人氣 但歌唱的方面 賣碟各樣類計 累積的成績 他真的 如果他是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 那王宗澤 是否應該拿 戚冊樂壇 男歌手 多年曾經一段時間 是很多問號 大家投我訂到 不是他不是不紅 林峰都紅過一段時間 至少 有些女性朋友 可能出去吃飯 或者聽歌 或者唱歌 甚至乎當年我沒有唱 他是不是Lets Get Red 突然之間 他都會唱林峰的歌 是女生個個都喜歡的 所以當年林峰 其實某個時間點上 他是爆紅過的 但只不過可能是我們 不知道不理 也沒有再有買CD 這些生活習慣 所以就沒有你 不知道 我又要打叉了 大家看著林峰 我現在看著他的照片 他的雙眼皮位 顯得很明顯 摺位很明顯 應該就是腦 腦的眼窩會下陷 但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 我不Google 我一向不做功課 對大家不住 F4的現成玉 大家去看看 好像是44歲 他永遠這個樣子 都是流星花園的樣子 他是不是吃了素化劑珍珠奶茶 真厲害 你知不知為何他說他可以保持 為什麼 他不看電話 他不看你的IG 新聞 他經理人有個電話 只是負責打出去打入 他根本就不會看得到 所以我都沒有感覺 所以我都沒有感覺 你們都左右不得到 他能夠看到這個時代的進步 他會從時光機回來 而且他真的很純品珠珠 別人叫他 什麼老公 他面紅 在那些商場show 還是什麼show 的公眾場合 有些粉絲這樣叫他 他會嬌修 幾十歲人 其實他是OK的 他扮不了 他什麼姜濤扮不了 他好像是一個獨男後出身的人 因為我看MIRROR TIME 不是 MIRROR那個concert 那些粉絲拍的片 那些人在狂喊 MIRROR 姜濤扮不了 是嗎 那不行 那你怎麼反應 如果我是他 你們幾個女人仔 喊到喉也拆了 喊足十六天 喊足三個小時 我給你反應 我其實給你一兩次 給你十次 我已經面容扭曲了 那你不斷喊我 沒理由你每次喊一次 我給你一個反應 都 我明白的 過多就會面坦的 是啊 結婚那些 你想想 笑容 嘻嘻嘻 我覺得做人 不能忘記初衷 當初你有多想紅的時候 你可以願意做任何事 但不要你紅了之後 你就變質 或者我就不再在乎 別人怎樣喜歡我 就是這個我希望 就不可以走歪 每個人都是 喊 喊好了 這件事是為阿朱隊友而設的 黃大仙誤殺 有八色恐怖嗎 說你 59歲的男人 就因為勸膠 就條命都沒有了 勸膠 大家記住 不是打架 黃大仙東頭村在哪 我不知道 東頭村就是九龍城隔離 是米吉吉嗎 九龍城和深浦江中間 米吉吉隔離就是東頭村 很久以前東頭村 都是一個 舊村 未重建之前 李求恩學校 那個位置以前 很多黑社會臨立的 東頭村 多年都很有名 東頭村 三不管 我沒有記錯 類似 以前我讀中學的時候 有些朋友 也都在東頭村裡面 打滾 試過有一次 黑社會 砍油 同門砍油 只不過是 一些很傻子的事情 但當年當然是黑社會 古惑仔年代 聽到天音帶 試過 兩個同門的幫派 在東頭村裡面 你砍我我砍你 但其實都是十幾歲 砍十幾歲 那時候我記得 我的朋友跟我說 警車 豬籠車 圍村 不入村 等你們砍完之後 警察才入村 撿在地下 躺下的年輕人 上豬籠車 就是這麼簡單 當年就是這麼簡單 麻煩你 Shut the fuck off 你不要影響我們香港警隊的形象 以前是這麼做的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九七之前 難道你進去嗎 難道你進去嗎 你要強調是九七之前 好像九八 九八 當然是九七 就九七 九七年頭 什麼呀呀呀呀呀呀 7月1號之前 你覺得有問題嗎 我不覺得這樣 警察很有問題 你們兩個幫派火拼 雖然是十幾歲 砍十幾歲 但裡面都有鐵通 刀 警察不能進去開槍嗎 你死了 又被人說 哎呀 那個男主持人說話都熟 好啦 講回這件 姓陳這五十九歲的死者 其實很年輕 大家不是覺得很老 五十九歲 即是郭富城 年紀差不多 馬鳴大 大過馬鳴少少 十年左右 還沒退休 五十九歲 死者就認識了一個朋友 劉先生 大半年 經常跟這條的朋友仔 在便利店喝酒作樂 我就不明白 在便利店外面喝酒都回家喝不行嗎 那就好了 去年六月 他才認識到這個 兩個才認識上交情 甚深 為什麼呢 一起去 不知道 不是認識了很久 就是村童變成村老 永遠都喜歡在樓下 捨粉買罐飲品 坐在公園吹水 屋村很多 其實很多 被捕就是一對父子 老爸就跟這兩個人士 死者和朋友 又經常在那間的七仔門口喝酒 還要被捕的父親 被捕的父子之中的父 經常在周圍摟 怪不得我有時候走過那些村屋 這麼臭 甚至曾經試過在便利店門口小便 一句他說 喂 我喝醉了 警察來到了 吹他不醬 神憎鬼厭 這個所謂的 被捕姓張的父子的張婦 還要姓張這個老爸 周圍摟 兒子曾經坐過牢 還說自己是黑底 最近才出賊 現在還有人自責黑社會嗎 有 沙田被人抄牌 鎖車都 你知不知道是誰 我跟沙田咪 我為什麼說沙田咪 我只會沙田咪 之後就急九秒九歸縮 消失風雨中 你這麼兇的就出來跟警察說 你九月那時候 今年幾月 一月 你以前 所以我說你 千萬不要跟別人口角 那些積券可以維持很久 我樓上那兩隻狗 我恨牠一年兩年 我下次見到牠 我還是不會喜歡牠 所以你跟別人吵架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死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禍害到身邊的親戚朋友 普通的一宗 尿尿啊 叔的事件 竟然就發生為 演變為命案 何必呢 那 唉 但是你周圍摟 真是黑人真 前天 案發的時候 喂 之前東張西貿賣有個傻子 天天在小學生 走過放學 我就在你面前打J 真是變態 那些 不過這些沒辦法了 他傻子 你不要跟他鬥瘋 不是的 警察來到他懂得走的 好像有一次我第一次走到新民房附近 這個行李尋 突然間看到我 recoll逗 住家 下面拿起來 一下迎面走過 待他站 satisfying 停了幾秒左右 我叫他立即鑽一下開浪褲 有個屁股跌到地上 大不大? 旺旺見不見馬? 有時候目測是不正常的 他穿到全身都有一些反光的CD 頂帽也是很反光 全身都是 總之一聽之不是一個平常人 只是一個隱世高人 你覺得 我不會罵他 因為我覺得 這些就沒得說了 那你會報警? 那麼多事呢? 那也不會 我最多就是繞過去 不要踩到他那裡的屁股 那屁股又不是很大 我想我那隻狗的屁股都比他大 可能是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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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我又有一點反感 因為始終是疫情 但是我也不會說很反驗 或者 因為始終有點可憐他 其實 這類人我就會覺得 算了 如果你說外貌正常 但是呢 就很 粗啊 很懶惰惰 好像自己覺得懶惰惰的身份 是一個可以令他橫行的優勢 那這些我就會比較討厭 你抱怨還討厭 但是不論對你出聲 我現在沒有了 現在我很害怕 你說這些 是啊 不是說那些 那好吧 在29號的時候 竟然呢 三個人又再度碰上了 哇 今次呢 這個張富就聰明了 立刻打電話給他兒子 喂 我見到那個人啊 之前說我那個人啊 那麼他兒子 哇 果然做到事啊 立刻叫幾個大漢 還要蒙面 戴頭盔 圍偶她的朋友 那這個張姓的父子呢 就發了癲 就在那裡大喊旁邊 吶喊 你打我老頭 你打我老頭啊 你打我老頭啊 告訴你 你誰啊 你認識我啊 我不知道誰在哪裡啊 我不知道現在還興誰啊 向太太已經走去做直播了 那麼他大聲在那裡喊 咦 那這個死者呢 見狀呢 自己的朋友被人打 就好像這個尖叫雞事件 那個受欺負的中學生 那個朋友就走了 這個又不是了 他就上前做和事佬 就說 哎呀不要這樣 先生不要打架 先生不要打架 千萬不要動手 正當他扯開的 對方雙手之際呢 就被人推掉落地 後腦落了地 才砰一聲 然後呢 他就開始 好白泡了 耳朵出血 那幾個傢伙 那幾個傢伙 當然是 立刻 上了那些 好像你那些 最終 有個朋友留言說 哎呀 朱隊友好喜歡電單車 我也好喜歡電單車 你倆就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套上假牌的電單車逃去 哦 那其實走不掉的 喂 已經死了 那個人 我知道啊 但是你走不掉的 正好坐吧 那我想問 如果以後是這樣 我可以怎樣 我又沒有罵那個柯尿人 然後我現在 我沒有理由見到那些朋友被人打 就是你搭 那些頭盔 除非你是情趣 情趣的 半夜 Chris Wong和李隆基玩 你看我是誰 我是蒙面賊 我今晚跟你玩 那些就說而已 那你現在不是嘛 你戴著頭盔很明顯是 做事 實的的 就是殺人 其實這個動機 抓到 隨時不會誤殺的 因為那個動機 你已經是專門去尋仇了 有什麼所謂 他都剛剛放出來 那就是要回去 那就是要回去 喂 你家公屋啊 小隻香爐小隻鬼 我還住得舒服 那個阿尿男 喂 其實說真的 那個男人害了自己的兒子 也都 他的兒子為什麼會坐牢 他呢 因為他自己 沒錯 搞到兒子這樣 這些真的會很影響很心軟 那公屋都很多這些 很多的公屋 你管得多少個 但不代表私人樓沒有的 私人樓也沒有 年輕人誤入歧途的 我也知道 但問題就是 沒有公屋的比例那麼多 還有 私人樓的爸爸 應該不會在家庭 不知道啊 可能有些人的爸爸 周圍賴尿 不是 一見到 哎呀 小姐你叫什麼名字啊 然後擠濕 不用啊 你擠濕他 然後說 哎呀小姐 你給我一個電話 我幫你洗療褲 然後送給你 就行了 行不行 行不行 走就不及了 這麼容易嗎 人家都彭於眼嗎 彭於眼賴了 可以嗎 彭於眼賴了 沒問題 有人幫你抹 那好吧 其實死者 並非居住東頭村 是因為照顧媽媽 才回去 去一起住 才出現在那個 Seven門口 那所以你說一個孝順仔 都是喝兩罐啤而已 是嗎 這樣就招來殺生之和 所以 看看你們這些人 還夠不敢強出頭 還夠不夠膽 跟別人煞氣 真的不夠膽 其實因此 年紀越大 就一定會知道自己的價值 和擁有的越多 都不敢 只會輸隊友都痛成痴疼痛 以後 有GCI被人撞到 腹底都不會幫的 你痛還是私痛 無所謂 希望盡快就像李隆基那樣 去泳池 又會認識到人 然後在地鐵 地下鐵又碰著他 最近梁詠琦 去台灣開Concert 我在地鐵網上 也被人報警話性騷擾而已 人家可能以為你的眼鏡 是偷影那些眼鏡 不會吧 不過時代了日新月異 就來出ViuSumple 一分鐘 今個月月月中 開始已經 周家人戴著這些眼鏡 出街逛了 好 今集完 拜拜